我覺得第一個 他就因為小草變成含羞草 然後這些的小草在網路上面炸鍋 所以第一個目的 他就是要轉移交 對 轉移焦點 所以轉移焦點 他才會把 因為這個是民眾黨的一個慣用的手法 那這一次其實很多的小草突然發現 不對啊 我當時是要投阿伯 怎麼搞的 投了阿伯以後 變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 韓國瑜不是我要的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 幾乎都在節目當中要告訴所有的選民 說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了 結果小草們當時沒有意料說 我們竟然是先知啊 我們講的是真的 結果呢 現在小草變成含羞草在憤怒 所以他這個是在轉移焦點 那第二個 我要先幫那個吳征講一句話 今天其實很多人看到吳征 其實這幾天每一個人都看到 每條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裡 看到吳征以後 你今天到底被告了沒 吳征恭喜你 你今天終於被告了 而且吳征的戶頭裡面只有72萬 竟然他今天被求償100萬 這是什麼樣的天理 實在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所以我基於同情吳征的一個立場上 我要跟吳征講 這個其實就如同小玉剛才講的 這個是雙簧內鬥 我要補充的是 這個請看 這是2019年的時候 陳詠欣 他上誰的節目 做什麼樣的事 彭文正的節目 對 上彭文正的節目做什麼樣的事情 痛罵你們民進黨的蔡英文 說他的這個論文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覺得陳詠欣是民進黨的嗎 不是吧 我再給各位看一個 這個是陳詠欣 他過去常常出席的 是民眾黨的 相 對不起 是時代力量的相關的這些的座談會 他在一場座談會當中 他說了一句 治理名言 這位陳詠欣醫師表示 要跟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合作的話 最大的困難就是他的大嘴巴 現在陳詠欣醫師 不曉得你現在感受如何 這是他過去的這個感受 當這個民眾黨出來要告 民進黨告吳征以後 那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至少在這一次的立院的院長 龍頭的選舉當中 最高目標 第一個他能夠達成的 就是尤錫坤不要當院長 這是他的最高目標 你看現在破局了嗎 你看尤錫坤 搞到藍綠 不是綠白 這又分手 第二個 哇這個是黃國昌 可能半夜裡面都會很開心的 讓黃珊珊當不了院長 連副院長都沒撈到 那我民眾黨 我手上 我是民眾黨的總招耶 那以後這八席 包括我自己 我就可以全部掌控 這是對黃國昌來講 他真的是 蒙拉 他的雙黃的鬥爭當中 他在這一局 那因為這個大家被他們轉移焦點以後 反而是黃國昌得力 那庫林 所以你也覺得民眾黨提告 就是轉移他們保送韓國瑜當院長 這個焦點 我覺得不是這個焦點 是另外一個焦點 另外一個焦點 因為你說保送韓國瑜這件事情 像中小平講的 韓粉有五十萬投給柯文哲 那柯文哲當然要投桃報李 何況柯文哲四年後還是要選總統 還是會出來攪局的 所以當然他要支持韓國瑜 其實我們也早就知道這件事情會發生 我覺得其實他這件事情 為什麼這麼氣急敗壞 多少人罵他 我們罵了他幾天 不是幾個月 連這樣的連邊也讀了罵他 他從來都不告 為什麼這件事情 他現在要告吳征 因為我認為他基本上是 因為事實上 不是要唱歌給吳征聽 他最嚴重的事情在於 他已經答應 事實上國民黨已經也知道 所以心裡有數 你們會暗住韓國瑜 結果你半夜還在跟民進黨 或者說跟綠的在那邊談 什麼院長 副院長這些事情 這就好像一個男人 在結婚典禮的前夕 還跑出去偷情 單身之夜 對啊 請這怎麼可以原諒呢 所以你這個時候講 誰先打電話 誰後打電話 就等於講說是他勾引我 還是我勾引他 都是一樣的 反正你就有心要跟人家睡覺 不管你有沒有睡成 你都是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讓國民黨嚇出一身冷汗 哎呦 夭壽 既然差一點 搞不好怎麼被他們搞成了 我們就真的就沒戲唱了 對 這件事情破壞的不是柯文哲信用 柯文哲本來就沒有信用 可是這是破壞這個 我們本來叫他小白七吧 因為七個 後來變成小藍八嘛 這個小白七也好 小藍八也好 他們的信用是個問題 就將來現在藍白都會對 藍綠都會對他覺得很害怕 覺得沒有辦法跟他合作 所以這才是他真正建議的 所以他要用告來洗清自己替自己洗刷清白 那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那建議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清楚了幾個點 你跟現在來講 為什麼他告刑事 告民事不告刑事 因為刑事如同小玉琴 他要故意 故 明知故意不可為而為之 明明你沒有偷東西 我就告訴人家說你偷東西 當然你可以告我毀謗 對 那看起來刑事 他不敢告 因為根本沒有 吳征沒有所謂的無故 或者是故意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他沒有無中生有就對了 對 所以打電話 這是事實 就變成是主觀的一個證據來講 刑事當然告不成 可是他對小草 要不要有一個交代 因為他現在很多小草退粉 有一段 有一段 寒羞草都退粉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不喜歡國民黨 不喜歡韓國瑜 可是在柯文哲的認知內 這件事情 我拿民進黨開刀 原因是我不想得罪韓國瑜 為什麼 韓國瑜還有一些韓粉 他四年後要拉的票 是藍軍的票 不是綠軍的票 所以他整個過程當中 都是用這種東西在做考量 第二個 大家知不知道 1月13日我們選完了 我們說所有2月1日投票的結果 最大最大的共識 我相信每位在座的都有談過 有可能是投自己 結果他1月30 證明了我們1月13所討論的內容當中 但過程當中這10幾天 他的聲量一直在往上飆 他要的是聲量 包含王國璋出來開記者會說 說什麼 我們要開記者會 告訴大家我們要怎麼做 可是第一次大家都用真笑 到了1月30出來開會的時候 就說 我們決定第一輪投自己 第二輪不投 可是現在看起來 所謂的含羞草也好 小草的 大家在不能接受是第二輪 你對不起那些105位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不是只有不投票 那是這個部分 你對這些沒辦法交代 加上這些還本在退粉 所以你在1月31號又要轉移焦點 到2月1號投完票 又再來說民進黨怎麼做 怎麼做 其實我說真的 你1月30都決定要投自己了 你為什麼1月31還要跟這些人聯絡 如同古林老師所講的 你就有心要跟別人交往了 你有心要跟人家在婚前 婚前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 所以你現在講出來 無非是轉移焦點 陳昭芝在2月1號蓋坐票 我甚至於認為說 他們第一輪投自己 故意陳昭芝做的那個動作 我相信裡面的人都有講這些事情 好 這個有共識出來 你懷疑那一票是故意的 不是不小心 我告訴你 有誰蓋票 蓋到會小拇指去碰到印尼 我做議員做5次 我投議長投5次 過程當中 國民黨裡面在民意還沒當議員之間 還有一些內容 我們都知道 你說故意 我就算拿隻手 這樣子拿 我小拇指也會翹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故意去碰到 然後這樣畫到 我個人認為 這個是他們為了要避免 大家去討論 他們第二輪投自己的問題 那陳昭芝的事情發酵過大 他們壓不住了 壓不住了以後 他們才2月1號 才又去做了這個東西 要讓民進黨轉移焦點 那看起來整個過程 無非就是聲量 所以整個這個所謂的提告不提告 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柯文哲 現在在營火製焚 這事情沒辦法耍 你提告到最後面出來民事 求償不成功告輸的時候 然後呢 說壞 又怎麼樣 他又製造下一個論述的鯊魚理論 繼續在讓大家在退 所以我個人認為 黃國昌這一次出來說 太離譜了 2月幾號要開議開議 其實也在轉移 那我還是一句話 在之前我就討論過 黃珊珊跟黃國昌兩個現在要鬥 無非是看看來賓所講的內容 他們兩個在鬥的情況下 鬥贏的還要跟柯文哲鬥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民眾黨裡面 柯文哲的一個做法 很清楚這是毛澤東 毛澤東理論就是 你每個人都會跟我相親力 跟我投誠 最後面獲利的人是誰 還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整個過程當中 還是以自我為中心在思考 我個人認為 不要把選民都當成笨蛋 小草在退縫 我告訴你 曾經是支持柯文哲的人 最後面變柯黑的數量 是越來越多 那個 wer把誠意都猜有了 那也是滴 那也是沿途 那是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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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沿途